大家好 我们上次介绍了朱启珍跟许悲鸿 那今天呢 我们来介绍一个最有名的大画家 就是人人家喻户晓的张大谦 张大谦是我的太老师 我的三岁老师 孙云生 我的花辽老师 邵文轩都是他的一博弟子 他是我太老师 所以说我也算是他们大风堂的后人 当年呢我也是亲自去收藏他的画 后来画涨了几百倍 也很不错 所以说我觉得收藏上也是在这上面 让我得到了利润 所以我开始对收藏更感兴趣 同时我是画画嘛 当然要怎么 那看张大谦画在市面上更多了 东西也多 宴品更多 那形形色色的都有 那现在就我们来介绍一下 他最有名的呢 他山水花鸟人物工笔各个都强 但是比较很有名的呢 就是荷花 你要讲张大谦这个泼墨荷花就有名 好 先我们来介绍他的荷花跟山水 我们来聊一下 首先你看这个图上面 这张有一张这个红河 另外旁边一张墨河 那么红河呢 这张一看 就是假的 那有人一看 哇很好 哦 泼墨哦 好像看起来还蛮有那个气势的 其实呢 首先第一看 这荷花的泼墨很呆板 什么呆板呢 墨晕的不呆板 所以人会被呼隆过了 会被唬到了 但是呢 你看他的下面一个红花的下面 这片叶子呢 是非常整齐的 他的边很整齐 我们绘画有一个叫做要参差 就是要变动 他这个第一个非常整齐 第二个 他的注意到 你看我刚刚上次讲过了 一根草就会露出败笔 访华的人呢 常常在重点的时候非常用心 但是当他到了最小的地方呢 他会忽略掉出问题了 所以他将最大的败笔在哪里呢 就是那几根草 尤其是最中间的那根草 伸上去 非常的弱 因为这样的草 这样的劲没有力量 长不掉那么长 上不了那么上面去 他的叶子左右飘断断续续 没有那个挺拔的味道 所以这根草 就是里面最大的假画 看出来的败笔 第三个 他这个劲 这个荷花下面的劲 他会 有时候偶尔他会晕 但是不会晕到这个样子 如果晕到这样的时候 大前先生他已经把这张画揉掉 不要了 他不会这样出去的 他常有时候跟我们提到说 我们一张画出去 就像一个女儿要嫁新娘一样的 女儿要出嫁了 你一定要把你的女儿打扮得很漂亮 才能出去 要不然的话就丢人了 所以说如果他一张画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劲 你看他在在左手边的这个荷花 这个劲 第一个不合理 他这个劲 这边是叶 这个劲是这样走 那这个劲跟叶断了 他要冲了他 这个劲的中心跟下面是90度的 那他这样走 那表示他 他已经就 这个不合道理了 第一个是草 没有力第二个是他这个这个劲不对 所以这张呢整个来讲的话就是假的 那么你看这个针基呢 你看他那个每一条劲上去非常挺拔 泼着墨的时候很有气势啊气势很大 那你看他的草呢 张大千注意到大多数他的草是画一根的草 那另外一个草画很多旁边草旁边是什么 是芦苇 草有两种 一种是直径的草 一种是旁边有 这种旁边草是芦苇型 但是不管是静叶比比到位 要很有力 那第一个他就非常的弱 那你看第二个草 你看呢 第二个墨盒 这张针基的草 你看很挺拔 你看他的这个静跟花之间 绝对90度挺下来的 叶 静 都非常的自然挺在上面的啊 注意到你看 你从这个他会产生一种气势 这就是我们去看 看到 再下面一张呢 比较大点 这一张呢 很容易唬人 因为他的叶片的墨色画的不错 你知道每张假画 如果怕很烂 骗不倒你 就怕画的八十分九十分都很好 你就会出问题 那我们要新人画 就像福尔摩斯侦探一样 我们要用的最小的细节 百分之九十五 你他都隐瞒得了 但你就要抓了背后百分之 零点五百分之五 去抓住他的东西 来看出他的身价 这张很大画里面 你去看 他的他墨 他的叶片画得很好哦 画得不错哦 好 他的败笔 注意线条 注意线条 第一个他在中间的 你看中间下面这个线条 他下面带弧形弯下去 张大千的习惯不弯 如果今天是赵少郎的 他会弯 每个人有一个习惯 张大千在这个劲 他不做弯度的 他都是直直下来的 那他会打弯 这个就已经不合乎 他的一个原理了 第三个他在下面的花 他下面有一朵白 这个白花 这个花的勾勒 这点下来叫钉头树耳苗 钉子头老鼠尾巴 要很有力的撇到 他不会扭扭捏捏捏这样转 而且你现在圆一看的时候 这个花的整个花形呢 好像是残花败扭软的 那你看那个刚刚那个 他的花挺拔的 一片就是一片 挺挺的 身在那个地方 不管我弯出去 甩出去 有姿势 你看他是非常挺拔的 那你看这个花 不管他哪一朵白的话 你看他 通通是 头很重 没有了 没有了 扭扭捏捏的出来的 这是花不对 第三呢 再看他中间 你看中间有一个 有这个小包包 包包 BABYE 这样下来 这BABYE 到了头 没了 甩过去 这不行 我们画画东西 他笔笔送到 要辉坊 送到他位置 他是轻飘的过去了 轻飘的 轻飘的笔 只要有一两笔 哪怕一根草 轻飘出去 你就可以判定那样是假话了 所以非常注意 那这都是我们平常学画中间 可以看出来了 你看他那么大 很重的一根径 竟然轻飘飘的 这样弯回去啊 飘出去了 头重脚 出去了 这个是张大前 绝对不可能犯的毛病 所以有这个呢 就可以鉴定 那么一张画 其实看起来不错 功力 功力不错 但是 这几个小地方出来 就已经决定了 他是他是 他是假的了 好 下面我们再看山水 那这张山水呢 左边这张呢 看起来也很漂亮 很秀气 但是他假的 那你起来不看 不比 你看不出来 第一个字就是假的 字呢 非常没有力 啊 松的 非常松散 非常松散 好弱 好像小孩子练一样的啊 字就出毛病了 那画 这个 这个 他是很秀 但是有 你知道山水种在 一个石头的明暗 那他这个 他的线条很弱 而且这个 这个人呢 坐在那边 你看他歪头 那个头 跟身体已经脱节了 他的头 跟他身体歪 已经断了 这个就已经出问题了 还有石头呢 不够立体啊 那你看看 他右边这个针基 他虚实 很扎实 很厚重 很有力 明暗虚实 每样看起来都真实 有一种意境 你看着 觉得好舒服 他就是一个 一个山水 另外看啊 清飘飘的 飘飘飘飘飘飘飘的 肉的 这就是山水上 你就可以看出 他是真 是假的 那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 介绍到这里 下次呢 我在其他的名家 我可能介绍李苦禅 谢谢各位 观看